好 我们现在开始录制 今天主要来说一下 阿里巴巴这个股票能不能抄底 有好多人在前天的时候 他已经老在问 说这股票低了这么多了 然后说这股票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错杀 我们赶快去抄底 然后赚取一些超额收益 然后认为这股票很快就会反弹 都是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之前的时候 在更开始 他说要进行一些反垄断调查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 他是包括蚂蚁进幅上市的时候 被阻止来来的一个大跌 在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已经当时抄了一次底 抄了一次底之后 他进行一个反弹 然后在这里出掉了 然后但是没想到后来 他又进行了一个大跌 再次的去进行一些反垄断的一个约谈 这个问题 然后直到在这里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事情他就不太妙了 因为按据以往来说的话 他的一个不管怎么去产生一个不好的消息 或者说不利他的一种比较大的提供 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对着市场的一个反应 去进行一个消化 去走成一个重新一个正的一个轨道 我们看一下时间 那这里的时候 他大概已经有经济一个月的时间 都没有去削化掉这个消息 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我一直就是在这一块给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去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这个股票我之前提到一个三个逻辑 其中有一个逻辑里面就提到一个估值错杀 这估值错杀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首先政策层面 这个外部环境对他这个股票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什么叫重大的影响 就是说以前比如说你的股票 或者说你的公司经营的时候 会有人去说是这个部门对你进行了一些指导 但是现在呢是另外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部门 对你进行了一个联合指导 这样的话 就是所以我说的这种 当大与动国家层面的一种政策的不确定性 这对于我来说 它就不是所谓的估值错杀了 它可能是要进行一些 重新的一个估值进行一个评估 所以说这从第一点来说 我是不去做它的 另外一点因为说 你不是说老提到什么 灵力杀跌这种做法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跌了这么多了 它能不能叫这个灵力这种杀跌 我也去抄一把 对不对 那我说这种它不属于灵力杀跌 你看灵力杀跌 这就万长阴跌 这不是灵力杀跌 灵力杀跌那是很短时间内心形成了一种 击大的一个幅度的一种挫插 这种它其实是一种守移一种趋势走坏了 你看这种情况 你往下走 这趋势已经到哪里了 对不对 这明显是这个中期趋势形态已经破坏了 这个形态上来说你不能去做它 而且现在有一个那么多一家公司 你去做别的趋势性上的这种股票 它赚来的收益要远远超于这种 在这种行情下 你去做这种超低反弹这种股票的一个收益 因为这种股票的收益 我仔细拿我自己的一个实验去做对比了 我做的一种就是 底天一个这个股票 还有好多 包括这种 它都是守移这种 超低跌下来进行反弹这种 它趋势做的是非常的一种慢 所以说你看看它多少天对不对 它一共是星期一四十多天 也就是快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它的一个整了一个幅度 然后你再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幅度 对不对 还有一个包括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幅度 为什么它它这样的幅度还能整这么大呢 因为它处于一个灯红热买的股票 极大的一个资金热点 天天爆点往这上面去炒的一个股票 那挣钱速度当然是相当的快的 如果说你想做这种股票的话 那登前的一个市场 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趋势线上的这种股票 尽量不要去做这些 你现在这种超跌反弹这个股票 你包括ZIMO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超跌反弹 为什么我当时不建议去做这个呢 因为它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里面啊 我们可以理解啊 SARS概念对吧 它其实应该也是属于这个里面的一种板块 我们来看一下这这个SARS概念 你看它这个板块的股票 它的一个趋势 它这样这个强的一个整体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你再看看ZIMO这个股票 它的一个向下 明显它就是说是一个弱于这个板块的 我当时也是想着就是做一些超跌反弹这样的SLO 因为我之前我不是有一种SLO吗 我就说想做超跌反弹 然后想做那种推进反转 就是说它进行一些逆转的时候 有一种趋势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去做它一种趋势启动的时候 一次买点 然后再加上一个回调之后的二次买点 二次买点可以理解为我所说的能力杀跌吗 它就属于那种二次买点了 对不对 我们看我们看一下人家其他那一个票的一个表现吧 你比如说随便找一个这个 是不是同样是SARS板块 但人家的趋势却上了 是不是 我们就说是这种选择上面的话 ZIMO它的一个收益 对我来说这段时间确实也是属于一个错误吧 你看一下对吧虽然说有点收益 甚至说是磕磕胖胖的 但是无疑来说 按照其他的一种票情对比的话 它对资金的一个占额 一个其大的一个浪费 嗯 就是说我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 做过这样的一些关注之后 你才能知道哪些就是更好司机效率 那个利用上面来说更高一些 嗯所以就是按我说的那种意思 嗯 超低反转 或者说一些 估计错识跌势 你是可以去做的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收益会比较平庸 也不是说不能做 发生一种 呃有好几个种不同的去层面的 嗯去看你对收益的一个 呃问题的理解对吧 或者说你每天你不愿意去追这个热点的话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这样 跌跌的比较多的这样的股票 对吧 当然这个发发这是跑除外啊 这个股票我是现在学历不建议去抄底的 这比较明确的做法 这个什么时候抄底 那我我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只有当所有的事情呃 成员落定的时候 或者说所有的事情 他提现在他的一个股票上的一个 K线上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抄底 明显他这个得不下来 对不对 你你你至少你要过到这里 很简单吗 对吧 你股价的你得跑到这里 右侧的时候再去抄底 左侧右侧 左侧右侧 不是如果你到不了这里 那我会去考虑点 所以千到一万 不管说你多么多么有价值 多么一个好公司 那对于我来说 目前有更好的选择 那我就不会去选择他 因为我们的资金毕竟是有限的 在一个一定的时间之内 要做最好的强最强势的股票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一种 所谓认为的一种抄底反弹这种 或许他现在他会他会再去一个去谈 这不是没可能啊 或许他会他会去这样一个走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事情浪费的 这样一个 呃 踩在一个最大不确定的上面 所以就是呃 我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对于一个事情的东西 它也是一种边走边看边判断 又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个观点 一个过程 超过这种 它的一个走势 例如说你认为它是一个符合你预期的 但是它明显 你后来你发现的时候 它它 如果发现有点不符合你预期 那么要采取一些 临时的一个补救措施 或者说一个 嗯 甚至严重点来说 你就采取一些适当的止损措施 来保护你的那个资金 你就不要去 在趋势急急或者快走坏的时候 去不断去再反复加藏 这样的话 你的资金就被全部的浪费在这些上面 导致一个大好的横行 可能就会有极大的可能 你去在这段时间去错过 这段时间 它的一个 第一认为的一个股票是在哪 那我就像大家说的这种充电钟 你看这这里 这就很明显的去告诉你一个 呃 如果按我说做的什么 它就是一个充电桩 然后呢电池 还有一个壳这种 或者说你现在就一直在做三种板块 或者股票的头 另外再加一个提供雷达 提供雷达概念 对不对 我我之前提到的 就这里去搜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它哪些股票的 对不对 那个涨和走势 这样你看都都都挺好 对吧 这里面都超级涨了一波了 对不对 你想看什么股票 直接在这里去搜 搜看了一个板块 然后去里面去看哪些一个政府算好 包括它的一种 呃 涨跌那个幅度 对不对 你都可以去 嗯 在这里去判断一些灯下最热门的情况 你做这样的股票 你去做 那收益也绝对有好很多 不要去就是 做一些暂时不在热点 不在风口上的这样一些股票 而且如果说你要做不在风口 不在热点上的股票 你也要选一些趋势向上 对吧 你想这种板块的趋势向上 那你股票 你为什么你趋势向下 对吧 那你这不是弱势吗 对吧 你看这个商品这些股票 它就比ZM它要强 对不对 那往上了 对吧 这也是我我我一个 诶 经过一个实验板子 然后得出一个写的 就是说它贴它真有原因了 不要 呃 老丁的那个这个 故事错啥 故事错啥 对吧 让它做一些更强的一种 是与板块同步 是要强与板块表现的这种股票的 这样来说的话 它那个收益 有一个自大的一个提高 或者说你的一个资金利用率 有很强的一种 嗯 赚钱速度 对不对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 一个跟随趋势 你说的事情 你从K线趋势上能表现出来 你股价的这个基本面也好 或者说一些 发生一些改变 或者你没有改变也好 趋势上 K线上 它全部表现在这里面 我们要去跟随趋势 是要做一些一种向上的这样的股票 像CWD这种 对不对 当时在这里上就说 我们来对比一下任务这里 这段区间 那这里的时候 它是一个 1号27号开始 然后1号左右 我们来对比任务这种 当时它在干嘛 1号27号的什么算计 它开始这样 然后然后一个属于一个跌下来一个反弹 但是CWD 这个看一下 一直向上区间 然后这样一个回调 小幅回调 而这个回调幅度 也没有超过这个幅度的百分之五十 我们来看一下 就对比它这个股票的一个强度 就是这个的程度 没有超过这波上来一个百分之五十 没有吧 对吧 然后它这个 然后它就开始往回走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其实对比股票 什么好 什么不好 我们很简单的 一一一现一化 然后这样的一对比 明确的可以看出来 你比如说再来看看 它这个什么表现 它这个已经低了一个幅度 简直已经就破位了 对不对 甚至快不可遇了 你看这里 别的所有都是在这样的 往上这样去走 在在已经产生到这里了 当时我是一直去做它的原因就是 对于它的一个疫情 有一种判断 然后我认为它 疫情再次的一个爆发 对于它短期之内 可能会带来一个 极大一个提升 但是也没想到 我说我们我也就尊重现实 我不会在这种股票上面 算是浪费太多的资金了 甚至慢慢会采取一定的 小点的止损 把这个钱去弄出来一方面 对不对 因为它上面不符合我的预期 然后那我只能尊重它 尊重它的一个现实 因为自己没有去炒它 那我就干嘛去弄回到它上面 我去炒一些其它的 在热点上面的 然后这样的话 把握我所说的那种 灵力杀跌也好 或者说一种潮力反转的 在热点的趋势上面 这样的一些股票来做 然后比它的收益要好很多 当然就是说它不能做 如果说你每天 按我昨天前天讲到的一个 你去做T 就是一个日内交易 那也不是没有列入 对不对 你从这里的时候 对吧 一个一个底部 开始我们会谈这里 可以去做做到这里 对不对 这这都是能做 但是你这样的收益 肯定就比不上那些 做趋势对吧 你做超短的收益 你很难说你不会去保证卖飞 多种玩法 总有一种就是说 我们适合当下一个市场的 然后我们去选择 所谓当下市场适合的 最好的一种的玩法 这样的收益发挥的最大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首先呢 就是说混很多种 混了很多种的玩法之后 再去结合市场 去选择 这是最适合市场的一种 不是最适合你的一种 最适合你的一种 或许就是你当下 你这种玩法 它不适合你 那么这个钱 或者说所冲到的收益 你就会很低 就会赚不到这个钱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 多种方法去综合运用 才能产生一些更大的一个效应 当然如果你有没有 就说他说 我就只会这一段 做任务 或者做什么 那没问题 对吧 那你就坚持去做 反复去训练 去做的这种 然后达到极致 去赚自己 然后认可范围内 能认知到钱 也没有错 我今天主要讲了一种 两点 第一个 爸爸这个 不容抄底 等屈指明了再说 第二个就是说 他这种 送股票的时候 要去结合登价市场 去及时 调转自己的方向 思路去分析 不要就是 抱着自己的一个观点 去认为说 我又是对的 然后他股票 不按我这样走 他错了 肯定他会 按我方式这样 肯定他会上去的 不要去 抱着这种观点 抱着这种观点 可能会 有时候会磕着 投个血流 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说那种 我们看这个线 K线审 他所有的意图 确实都包括在那里面 因为我主要是 做一些波段 做一个短线 超短波段 这是我自己 我所做的 因为我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价值投资 不是这种价值派 如果说你是价值投资 那你这样 又跌 大跌 你很大超 大 极大的一个跌 因为极大的超 这种 我不是这种一个趋势 我趋势 因为我是做多 做向上的这种 好 那我们现在 录者结束 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一个视频 或者频道 请多多点赞 转发订阅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